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然後開口朝下 好,開口朝下,靠近 然後這個幼蟲片,什麼材料片 材料片靠在外側 好,所以你看現在這個生產框架,然後兩面都有幼蟲片 然後這個是空片,不得不只擺在最外側 這一箱還不是很強 這箱還不算很強 但是原則上,就是生產框架的外側有幼蟲片 然後幼蟲片的外側有食物片,最好是這樣 但是沒有你也沒辦法 但是幼蟲片的話,圍在外側可以幼蟲比較多的不遇風 到這個區塊來 所以就可以去餵飾幼蟲 你看馬上擺下去就好了 然後最後一邊靠過來 所以這個事先都要先準備好 所以我們要先把蟲片放在四方式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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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裡面還是要倒糖水或者擺特紗 你擺這邊 我現在盡量 還有注意一點 我現在盡量就是擺到第五片 我不會去跨到這一邊 為什麼? 因為我隨時 譬如說我不知道移蟲成功以後 我明天或者我隨時要看 我不會去影響到這邊 要是倒完了糖水 你也不會去動到它 對不對? 所以你只能擺在這一邊 另外擺這邊也可以壓住 讓蟲後上不來 也有這種感覺 這個要另外再蓋一下 也可以 你比較保險 但是因為 我剛剛這個是空片 就是已經為它留產卵空間 重點是你給它留產卵空間 你有沒有加內蓋 那個都無所謂 好 那就要蓋上 兩天後 哇 這麼多 好 所以今天是禮拜天 我禮拜 我可能明天 我明天 禮拜一我就會來看 乙蟲的接受力怎麼樣 不行 我趕快再補你 這個是為了保險 那假如說都有封蓋 你看 就是你開箱拿起來 都有蜜蜂在照顧 那就表示成功 那我就開始算時間 到第十天 有需要的我就分出去了 它那時候就是封蓋封房 然後再過個一兩天 它就會咬破變成處理封後 所以也就是說 還沒有羽化之前的封後封房 這是我們的利用時間 實際就是還沒有羽化前兩天 你把它移到 混群 或者說無王群 你把它移過去 那過兩天它剛好羽化 就最被接受 假如說你一直用不著 就是封蓋以後 就是你把它 我剛講的 用那個網籠 裝到網籠 擺到那個豐貨的銀行 Cream Bank 那就可以擺 多擺個一兩個禮拜 OK 當然 越快去利用它 越保險 但是 處理豐貨 雨化的處理豐貨 大家應該都記得 雨化處理豐貨 還要除去膠圍 對不對 灰形膠圍 昆灰 那這個灰形膠圍 通常是在 我們最近上個也有提了 對不對 大概在下午2點到4點 一次半個小時 大概是這樣 所以這半個小時 能不能找到 多量的雄風 還有 會不會被小鳥吃掉 或者說 碰到 惡劣天后 這個都是未知數 所以這個半小時 賠難回來 是重點 賠難回來以後 才表示 交尾成功 那交尾成功 可能還要將近 三天到一個禮拜 成熟以後 才開始參亂 所以你想想看 你賠一瘋後 到整個開始 正常常亂 至少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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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的功 或是你的寶貝 不能丟失 撕掉這個 這個後續 就押不下去了 那你一個月 不慘又醜 你想想看 你的風情的數量 一定是衰減的 所以你要跟人家競爭 什麼風產民產樣 這一項一定屬人家 所以 所以風後照顧好 第一要務 剛開始是養風 第一要務 是把風後照顧好 那照顧風情 就是我一直講的 我們這一陣子 我這裡就是 防治病蟲害 然後糖水化很快 預喊錯失 現在這個做好 能夠平安夜東 我們期待隔年春天 油菜混濟進來 那時候就可以雙倍 就可以很快的就膨脹 但是你總要先能夠平安的運動 老師 雖然是我們去那個紅雞 那個養後牆 它的豐厚非常粗 又大 我們的龍牛那麼大 它的很大 差不多小隻都這麼大 有時候是它已經 較微過 然後正在高的餐暖 所以它吃的黃黃薑量 讓皮鞋更大 我其中有一項那個豐厚 跟紅蜜蜂差不多大一點點 那些老師有說 它要分豐之前會 對 會減肥 可是我那個那麼弱 根本不可能分豐啊 對啊 那就要淘汰 所以有時候就是豐厚培育 是經常性的工作啦 要怎麼樣才能夠培養一群 這麼粗大的豐厚 當然豐群的來源很重要 母本這個很重要 所以你一定是從牆群裡面去培育 對不對 那你牆群那麼多 你還要篩選啊 比如說你是要高產黃黃漿的 高產蜂蜜的 你就針對那一群去挑它的肉蟲 就是說有很多錢就可以挑了 當然當然當然 甚至當然我們可能也要定期跟外界交換 或者跟他買 或者跟他要一些這個他的米本 因為盡情還職也會讓你 主情越來越小 來 當然以後的事啊 等一下各位 請問一下那個 除以豐厚 就是助女豐厚 他出去昏菲的條件是什麼 譬如說他要跟雄蜂 雄蜂 是同一群的雄蜂 還是蜂長的雄蜂都可以 不知道 都不知道 四面八方的 不是 當然當然 四面八方的 所以 所以同一群的那個 裡面沒有雄蜂也無所謂 也無所謂 也無所謂 無所謂 但是通常 你這一群 你都通常有雄蜂 外界的雄蜂也會比較多 假如說你這邊也沒有雄蜂 外面雄蜂數量也表示 減少的時候 像目前的雄蜂就越來越少 那個很明顯 所以 昏菲能夠成功 就看雄蜂的數量 所以雄蜂越多 昏菲 交尾成功的 激力就越高 那為什麼他們很多人在 搖蜜期 因為四面八方都是蜜蜂 對不對 不同來人的蜜蜂 所以假如說 他那個時候 同時在做蜂蜂培育 其實那是 成功率最高 成功率最高 所以同時 他們可能 在 所以你注意看 這個鳳籠在搖蜜的時候 比較有規劃條件的 其實你會看到 他其實 浴王像就在旁邊 同時在做浴王 同時在做浴王 因為那時候 有四面八方出來 搶食物的風群 那個一定都是很好的風群 好 假如沒有問題 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 好 大概也是 謝謝 謝謝 謝謝